Hello I can cancel on 多倫多的全職地產經紀 現在多倫多最大的問題 就是很多人住在康島 想upsize住townhouse detached或 semi-detached 不過多倫多的樓價越高越來越高 萬錦市Richmond Hill Stoveville 都是最少150萬才買到一間detached 是最少的 所以今天這集影片 我帶你們看三間 現在叫價99萬9的房屋 有townhouse 有detached 看看這個性價比 是否適合你們 如果適合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comment like and share 然後分享給你們 快來到加拿大的親戚和朋友 一起看這個吧 進來這間 Freehold townhouse 是這個Stoveville的社區 進來的時候 它也有一個圓關位 給你放一個jager closet 現在很多新的townhouse的builder 都是用這個大門 加中間透光玻璃的一個大門 有些人喜歡 就是因為它可以透到陽光感進來 有些人喜歡就是 哇 這個這麼大的玻璃 其實那個私隱性也不高 怎麼辦呢 現在新建成大多數的townhouse 都是三層的 這種叫做3-storytownhouse 也是freehold的 有一種是POTL 就是一個公共地區 你就要給管理費 大多數第一層 都有一個recreation area 那有些人就用來做dent 也有些人用來做房的 那這一間的話 它就現在staged了做一個office 不過其實呢 因為它有這麼大的窗的時候 可以擺一個L字形的梳化仔 電視在這裡 或者一個活動房 讓女兒女女在這裡走來走去的 那對面這裡 你看到的 其實是一塊爛地來的 那將來都會有construction 將來都會建屋 其實我很喜歡這個雙車房的 那它也有一個closet在這個位置 讓你車房進來的時候 可以擺你的jacket 那這個車房 是一個很useable的double cord garage 那這裡呢 大約可以擺一架SUV 然後擺一架sidan在這裡 都OK 那小心喔 現在很多的townhouse 越來越說雙車房的時候 有可能只可以擺到1.5架車 大多數的townhouse 現在都是unfinished basement 那上到二樓了 因為這個是三層的townhouse 上去二樓 其實才是你的主要活動空間 分兩邊的 kitchen加breakfast table 另外一邊就是dining room加living room 其實我很喜歡的 就是它兩方向的陽光感都很充足 所以來到二樓 我會覺得好精神 of course 是一個open concept kitchen kitchen island stain and still appliances 這些我都不再多說了 我說的就是它收納空間 cabinet 其實都是到頂的 它這個避餐空間 是L字形的 也是做了人造雲石 現在還未能出去 因為呢 為什麼呢 是不是很大 對啦 但是呢 就是因為它還未做好 因為如果做好的話 會有一些黑色的panels 一些fence panels 不過其實它算很長的 它會用空間這裡也很多 不過呢 就是對面的鄰居會看正你了 好啦 來到這裡1749呎的時候 dining room 和living room 其實我很喜歡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一個很大的picture frame window 帶到陽光感進來 這個 有一個two piece的客廁在這裡 那這個是名次來的 那它叫99萬9萬 其實它大約的價位 現在在這裡 都是大約105萬至110萬左右 it is fantastically bright oh my 進來的時候呢 King Signspect三便落床 全部都是做了地毯 繼續是有pubcorn ceiling 8呎樓底 那這個picture frame window 在master bedroom 真的很通透 通透有兩種好和不好的 通透的時候 真的代表 將來如果那裡建了房屋的話 你的鄰居就能看到進來 好的話呢 就是你看到很多陽光感透到進來 很舒服的 如果我們看回這個景 這個是Stoveville的以南邊 所以是有田園景色在這裡的 是不是很乾嘛 我進來都覺得很乾嘛 進來On Street的時候 是一個3 piece 所以有棋缸 也是用回磁磚地板 然後有兩間房 我最不喜歡的就是 兩間房如果活用不了 給全部的square footage master bedroom 那就不好了 不過呢 二房和三房 都可以放到Queen Signspect 三便落床 還有自己的closet 這間房 第二房 有自己的balkony可以走出去 你看到另一件事呢 就是builders 給的材料 以及手工 都是到位的 你不要expect 新的townhouse 全部的材料 it's like best of the best you're not gonna get that 好了 那這一間呢 就是我們第一間的townhouse 全新起乘 我們今天的topic是叫價99萬9嘛 好了 我們現在來到第二間 又是叫99萬9 就是richmond hill rural richmond hill area 這個呢 也是全新建成的 build by arista builder 它呢 就是在lesley 及elga mills 也是三層的potl townhouse 所以你看到 這些共管的area 例如扔垃圾 橙樹 橙草 都是by management group 那每個月的property management fee 173 這個不好 現在我們進去看這一間 99萬9 好了 進來這裡呢 也是一個很長的圓關位 不同 剛剛第一間有一個entertainment area 然後進來呢 我們看到builders 是用了lemonate flooring 8呎樓底 在這個位置呢 下去就有它的washer and dryer的地方 然後它也有一個 single car garage 就不同剛剛那間了 因為剛剛那間呢 是一個double car garage來的 那它是single car garage的townhouse 這裡呢 可以拍到 rc 和crv 都可以 那是做到一架車的 是的 我們一起上二樓了 這一間呢 也是一個三層的townhouse來的 那這個同樣的concept 因為來到二樓呢 大多數都是你活動主要的空間 那它可以叫效網 是victoria square的public school 和richmond green的secondary school 它也有一個 balcony的位置 哇 其實都很大啊 是不是 很闊啊 這裡 1點45分 幾多陽光感打到下來 那來到它的kitchen的位置 它的kitchen呢 我們都可以叫做u字形 kitchen 因為 放在中間的話 左右不是右 又不是你開門的話呢 就大致上 浪費了一些位 我這樣覺得的 那它也是做了白色的kitchen cabinet 這個就沒有做人造雲石了 它是膠板的工作台面來的 OK Stay still的appliances都足夠 我覺得的話呢 收納空間呢 比第一間的時候更多 它做了一個kitchen island在中間 這個kitchen island是有dishwasher的rought in的 嗯 其實呢 在於它這個square footage呢 它的二樓呢 是沒有那麼活用到的 不同的第一間 第一間是真的非常活用 因為我們前面就是kitchen 加那個buffet table 後面就是living room 加dining room 雖然是1475呎 OK 三房 兩個廁所 我們一起去看 那來到 二樓呢 都有一個powder room 不是一個two piece 上到三樓的時候呢 就有我們的三間房了 這三間房的Hallway 真的有點局促啊 感覺 第一間房的時候呢 你看到啦 它都是所有現在新的townhouse 都是用這一種mature frame window 讓很多陽光走進來 兩點的時候這間屋呢 因為它有那麼多光源的時候呢 它的熱力都比較大 所以這間屋呢 是會覺得很暖 很焗 有可能長時間都要開air conditioning 或者落簾 OK 它這裡呢 九尺樓底 Queen size bed 三便落床 都有一個小的closet 那它上到三樓呢 也都是繼續用Lamonade flooring 那這個closet都足夠用了 是不是 對啦 都不是說太大 就是足夠 第三房的話呢 也是一個較小型的layout OK 現在它放了twin size bed 三便落床都可以 那它的窗門呢 也是一個夠長夠褲 那這個master bedroom的時候呢 你是看到它是一個 king size bed 三便落床都做到的 兩個closet master bedroom 就沒有自己的en suite OK 所以三間房都是用同一個廁所的 繼續都是九尺樓底 However master bedroom多了一個 就是它的自己的balcony 有個hallway在這裡 可能浪費了一點點位 是不是 因為這個hallway 你放一個office table 右座位 都過不了 如果你放一個office table 在這裡 就是一個很小的balcony OK 這個balcony足夠你走出去 對 因為真的比較小 真的活用不到 你坐在這裡的話 又好像面壁思長 那樣的感覺 我就不是說最好 不過都有一個balcony 可以讓你呼吸一下 一些新鮮的空氣 可能有些人就喜歡 重盆栽 這裡是兩個廁所 這個就是它唯一一個 的four piece OK 其實在real richmond hill area 這裡是lesley 跟elgan mills 生活設備在附近 還不是最成熟 OK 因為它很多新的development 都在這裡附近 開始建好 那都要記住了 因為detached的房屋 慢慢會作為一個luxury 我們看到很多richmond hill 這裡北邊的development 都是建造townhouse 那現在的叫價都是99萬9 我們一起去看第三間 好了來到第三間了 看完兩間全新建造的townhouse 在stowville 也是richmond hill 現在的叫價是99萬9 一個比較舊式的 detached的link house 尤其是它這個 其實都算是長車套 拍到一二三架車在這裡 那這一間叫價是99萬9 大約1100呎左右 看看這一間在三間裡面 性價比是否最高 Let's go 進來這間45年的detached 進來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 很多東西都是做了一個makeover 我們叫做執修 進來我們也看到 這個圓關位 比較小一點的size 可以放到鞋櫃在這裡 進來你就會看到 living room dining room 和kitchen 這裡做了lemonate flooring 這個kitchen 是L字形的時候 其實它的open concept 有多少的位置可以走來走去 I would say如果可以的話 繼續活用這個位置 放多些kitchen cabinets 在這裡 真的做了一個race bar table 它都有一個客廁的 在這個一樓 也是一個two piece 感覺上 其實因為它做了smooth ceiling 8呎樓底 也有pot light 我感覺到它是盡了它的所能 去做它的需要的裝修 因為45年的房屋 我們看到很多 在這個scarble的位置的時候 你會知道45年樓齡 很多都是沒有做smooth ceiling 也都沒有落hot light 進去那個光源 那個光感是很不舒服的 有一個chandelier 在這個客飯廳那裡 你看下一個tie cup的時候 你就說它是living room 都足夠了 是不是 後院相比現在的townhouse 沒得給 後面是大家的mannickel 附近隔離那兩家 就是一個種植 種植 種植 另外那些都是綠色草地 你看到45年樓齡的時候 它裡面就做了裝修 不過這些schniting door 都繼續是舊式的schniting door 換個LED燈在上面 所以整個光感上來很舒服 也都是做了全身油油看得出來的 OK 這個master bedroom 金 size bed三便落座 或者queen size bed三便落床 如果相比之下 99萬9萬 如果你買stoffield那間townhouse的話 它的bedroom的size 都好像相同 不過stoffield那間是有en suite 這一間就沒有了 不過location-wise 當然這個是比較好 還有它的share bathroom share bathroom做了 它這個人作雲石的Vanity 我挺喜歡 配襯的都是玻璃幕牆的Standing shower 這個廁所反而是 我想整間屋裡面最舒服裝修的一個 雖然它的韻味是比較傳統一點 第二房間可以做到queen size bed兩便落床 那它呢 二房間的窗門就小一點了 好了 今天看完三間的房屋了 都是叫99萬 兩間新建的townhouse 一個是stowville 一個是richmond hill 然後一間detached house 在scarble那裡 三間都有自己各有好處 可能住richmond hill的 你的size就比較小一點 你住stowville的 遠一點 不過你的房屋 新和大一點 住在scarble或markham的時候 放生活設備比較好 不過它的房屋年紀就比較久了 所以哪一個99萬更加適合你們呢 在下面留言 我是Cancel Non 我是全職的多人多地產經紀 如果你有買賣和租 i would love to be your guide 你可以在下面的contact information 找到Cancel Non 我們下個星期繼續 加港區